在国阵还在探讨是要和西蒙还是国盟合作之际 国阵青年团团长阿斯拉夫批评国盟没有同意 不过却形容西蒙表现顺势 阿斯拉夫也是巫卿团团长 他在面子书解释 由于国阵对于要和哪一方合作持有开放态度 才会在昨天进了西蒙后又在今天会晤国盟 他批评国盟从一开始就想要偷走 10名的国阵议员让他们签署法定声明 来支持国盟主席慕尤丁出席首相 直到国家皇宫不接受这个做法之后 国盟才在今天会见国阵 另外阿斯拉夫也形容西蒙的领导层表现顺势和有理 他说西蒙派出领袖正式会晤国阵的7人代表团 表达他们想要和国阵合作的意愿